尤其今天这些小朋友改变一下就是自己的神啊 崇洋节即将到来 为了要让里内长者有个不一样的崇洋节 三重区五华里里长张鸿鸣与喜新幼儿园 共同举办崇洋敬老活动 只见孩童们热情地牵起阿公阿嬷的手 让他们一起唱歌跳舞舞落筋骨 希望阿公阿嬷能够借由唱唱跳跳 让真心灵更加健康 长者通常都会在家里 那如果在家里都是看电视 会觉得比较一层普遍的生活 那透过我们委员长的理念 带着这些小朋友们来跟我们长者做互动 让他们能够走出家里 然后又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从这些带动里面得到快乐 所有的长者 所有的幼儿园都充满着笑容 也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我想这是我们活动最主要的宗旨 除了唱歌跳舞还有趣味闯关活动 由年纪较大的小朋友当关主 而其他年纪较小的小朋友 则带着阿公阿嬷一起闯关 希望能够增加时代之间的交流 那每年的十月份 就每年的九月十月 就会配合整个的重阳节的部分 安排到整个的英法族俱乐部 或者是社区关怀中心 然后让孩子们跟长者有一些温暖的互动 那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呢 我们把伦理把笑道 甚至升职在孩子的心中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社会化的一种教育方式 这个活动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 它可以增加老一辈子 就是老一辈子的阿公阿嬷跟孙子之间的互动 然后也可以给老人有一所依靠 这样的活动真的很棒很棒 活动结束后 小朋友也送上柚子及感谢卡 给长辈们当礼物 让五华里活动中心的长辈们 提前感受到温馨的重阳节气氛 开播大台北市委新闻 江炳章 安介平采访报道